为什么所有的媒体在配合 压制这个消息的外乐 然后呢就是感谢这个气球 让大家的话 把重心就朝这边转移 将近四五十节车厢 里面泄露出这种有毒的物质 而且是非常毒的东西 据说还不止一种 好几种 动物植物吃了以后 那它们本身就会含有致癌物 所以如果这个州 或者这个地方所覆盖的范围内 生产的玉米大豆 那吃了一定会有致癌 那它养的动物吃了也会有致癌 在美国说 我这个地方的大豆玉米卖不出去了 因为美国人知道说 有何个区的大豆我们不能买 那结果他们的议员来台湾 然后要台湾去买 那我们台湾是什么 我们是奴才吗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不要 当然可以啊 但是问题就在于 就蔡英文要 当然可以说我们不要 但是我们的老百姓有这个力量吗 没有这个力量的 挡不住了 挡不住了 我们反美国诸 毒诸我们反到多大声啊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还不是进来了 最近我们看到共和党的议员们 倒是一直在猛K什么 恶害恶洲 火车脱轨之后 造成的严重后遗问题 那你看现在什么渔群暴毙 健康受损 大家都说 不相信政府挂保证讲没事啊 那当然货运铁路公司已经讲火车出轨之后 愿意拨超过150万美元帮着大家疏散提供空气清净机 然后还说民众担心啊 这下子如果真的去拿那个铁路公司的补助的话呢 搞不好反而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以后如果身体真出什么状况了的话 你要去跟那个公司打官司 你怎么打呀 因为你拿了钱了 那可能会反而对自己不利 所以甚至连铁路公司说给你补助 民众都还要考虑考虑呢 来 岳老师 我现在听你这一讲啊 就想起来为什么 所有的媒体在配合压制这个消息的外露 然后呢就是感谢这个气球了 让大家的话把重心就朝这边转移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朱利亚罗伯茲他拍了一个电影 就是说呢 就是美国对于环境所造成的伤害 是这个弃而不舍 所有的律师都想尽办法了 然后追到最后 就是美国本身对于他们自己的关系 像他们在台湾搞的RCA的污染 他们假装不知道 然后就是买通 但是美国内部有非常非常多的律师 就是靠打这种官司 一方面谋生 另外一方面伸张社会正义 打赢了以后就去选参议员了 这个例子发生的话呢 那个电影里面演的情节就在这里 因为美国人对自己的环境 对自己的本土 这个比美国挨个导弹 还要严重的事情 就是有些人家 这个导弹是人家化学战的 对不对 而且是自己放的化学战的 对不对 绿乙烯 我的天啊 对不对 美国实际上在那个 歐哈尔中是属于那个 Middlewaist 他们中间那个地是非常宽广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人又这么重视 是他们自己的本土 请大家稍微想一下 这件事情只是发生在一个小镇 都不得了 它基本上的话 就大概有将近四五十节车厢 对 里面泄露出这种有毒的物质 而且是非常毒的东西 据说还不止一种 好几种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么重视环境的美国人 又这么强调自己的权益的美国人 又这么强调这么多人用法律申诉 要追求这种环境正义的美国人 这些事情绝对不会善了 这会闹很久的 而且如果说 真的像你这边所讲的 一旦有人生出来小孩 身体有任何的不对 完蛋了 那这个赔不完 那真的赔不完 对啊 霍炎子孙都可能 而且赖老师你看几个问题 一方面影响到人体的健康 然后现在还有就是你怎么喝水 敢不敢喝的问题 还有就是现在地下水会不会被污染 我们刚刚讲 还有你如果真的搬家了 你要卖房子吗 你能卖给谁 谁敢来那买你现在这个房子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讲到说 会不会有所谓的癌症 这样子的一个隐忧 因为如果释出了带傲心 对于人体不但造成危害 那Ohio它也有很多的农作 玉米啦 大豆啦 那么这可能是不是对于这个农产品 甚至它也有畜牧业 都会造成危害跟影响呢 那谁敢吃这里卖的农产品呢 我就不敢 这个化学药品就是当时 美军在越在用的这个成绩 它是成分是相同的 那它是高浓度的代药性 我想我们在台湾都受这个苦 后来台湾也努力了半天 它会造成不孕 那也会造成这个癌症 也会造成各种很长的这个病变 那越南的成绩已经告诉我们说 它的毒害 它渗透在水里面地下水 会有长达20年 它才有办法被稀释掉 对 我们一般来讲 学化学的他们会看到说 它用美国他们当初第一时间 做的手段是错误的 也就是他们挖了一个沟 然后把那些这个 寝附的以及没有寝附的 把它打动 然后把它的这个化学药品 把它引流到这个沟 再把它点燃 可是他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就是它没有完全燃烧 因为它必须要完全燃烧 那为什么会被证明说 没有完全燃烧 是因为它出现黑色的烟雾 我想刚刚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 一个黑柱一直上去 对 那个整个黑柱上去 然后在上面形成一个弹状 菌菇状的 那它会随着空气飘 然后会落地 落地以后它会到地上 然后会渗入这个地下水 动物植物吃了以后 那它们本身就会含有致癌物 所以如果这个州 或是这个地方 所覆盖的范围内 生产的玉米大豆 那吃了一定会有致癌 那它养的动物 也吃了也会有致癌 而它们本身常常又用来给 例如说假设我们台湾 假设美国说 我这个地方的大豆玉米 卖不出去了 因为美国人知道说 Ohio哪个区的大豆 我们不能买 那结果他们的议员来台湾 然后要台湾去买 那台湾买来以后包装一拆开 里面的大豆跟玉米 你看不出来了 那结果我们把它拿去给人 或是磨豆浆 那我们人喝了以后 我们就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 那如果拿去给喂猪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大豆是用来 这个饲养动物的很好的东西 那这些动物它本身 可能本身就含有 这个代曜辛的基因了 不是基因就是它有被感染 然后我们在生物链里面 我们就吃进去了 我们本身也会被感染 那当然马上就会 假设一旦有发生 台湾的一些 可能的一些所谓的专家 就是说 哎呀 它的含量 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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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没有关系 那一定会用这个来欺骗你 因为一般来讲 统治者 他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渔民 然后就会告诉你说 哎呀 你吃一点点 这个毒株没关系啦 就萊猪嘛 之前萊猪都吃了 那个说含量很低 然后你吃一点改基因 没关系啦 然后你吃一点 萊克多巴胺的美国牛 没关系 他说你要一次吃很多以后 你才会怎么样 可是如果你没有吃很多 就没有关系 他用这个方法来愚弄你 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 那美国人不会吃 那为什么台湾人也要吃 就像日本人 他们不吃福岛的这些食品 所以他们在日本的市场不好卖 那为什么会有我们驻日本的代表 会告诉我们说那是好东西 日本人爱得要死 还是安全的 可是他在日本却就卖不好 那所以硬要卖到台湾来 那我们台湾是什么 是我们是奴才吗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不要 当然可以啊 但是问题就在于 就蔡英文要 当然可以说我们不要 但是我们的老百姓有这个力量吗 没有这个力量的 挡不住了 挡不住的 我们反美国诸 毒诸我们反到多大声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还不是进来了 是 所以挡不住 挡不住那就只好吃了吗 吃了嘛 可是问题是 我们也不会知道 那是不是从欧海洋来的 你不会知道的 对 所以我们 对食品安全的部分 我们对于法官这件事情 其实是蛮担忧的 对啊 因为美国本身来讲的话 这食品上是非常严格的 对这个这个是真事 希望不要有这样的事情 要严加把关才好 那但是呢 真的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